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高科技电子感应步枪 对着荧幕移动目标 扣下反击就能得分 就像是大型电玩的射击游戏 扣的是一发就中的反应速度 我们胜负还没定下来 三 二 一 时间到 恭喜 右边获胜 结束紧张刺激的枪战 来到下一关 以哆啦A莫空气泡直胜负 怎么样 往后拉 发射 它是有风吗 有风吗 那你们体验一下 它是有风的 对 你们要拿这个 来攻击它头上的竹蜻蜓 展千才好上过关 没有错 就像这样 把空气泡瞄准帽子上的竹蜻蜓 大力弹射 竹蜻蜓转动就有分数 不止好玩 还很输呀 我觉得还蛮好玩 但是那个头低下 被他们打的时候 感觉蛮羞辱的 对 不然我觉得没低头 他们应该是打不到的 之前他们就在FB分享说 有这个景点可以玩 然后想说来规划一下 来依然的话玩一下好了 就还不错玩 就要一直试 有别于一般景点 宜兰射击博物馆 以少见的射击为主题 摆放射击文物 让游客了解射击历史 还有十大射击关卡 让游客来挑战 传统的射把 射箭 是必备的挑战关卡 但就连电玩游戏里的玩偶 也能化身为射击工具 愤怒鸟 对 因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小朋友看到娃娃 就会很开心的样子 所以这一关跟 还有篮球 巨把 都是蛮受欢迎的 结束室内挑战关卡之前 别忘了保留一点力气 还有这个亚洲最大巨把 要挑战 哈啰 这边是最后一关的 关卡是神力 等一下你们要使用这个标枪 来上这个全亚洲最大的金属锯把 那怎么使用呢 窝在中间 踩弓箭步 像头指飞机一样 轻轻地给它抛出去 有卡住就有分数了 欢迎你 欢迎你 从田径赛里的标枪作为发响 得将标枪射入锯把上的 两层铁网里 得靠点巧劲才能成功 这样子吗 对 好 很厉害 与众不同的设计新玩法 大小朋友玩得开心 也让宜兰喜音有了 不同的新体验 记者 审判明张浩凡 宜兰报道